5月8日下午17时,围棋两天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网络围棋对抗赛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吉尔吉斯斯坦围棋协会共同主办 甘肃省围棋运动协会承办 双方选派选手实力旗鼓相当,使得散事充满了悬念,看头十足 根据比赛规程安排,比赛采用团体对抗赛模式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各组一队,每队共10人 中方年仅4岁的黄秋成小棋手是本次赛事年龄最小的选手 5月7号首轮比赛,双方战至5比5,达成平手 8号双方再战,中方选手频频发力,连奏凯歌 隆元进而显示出了集团作战的后视力量 最终中方以6比4的比分取得优胜 本次比赛良好的赛事服务,方便快捷的比赛方式 更是得到了众多参赛选手的好评 这次来一共下了两盘棋吧,两盘棋我都是已经都赢了 然后对的是同一个对手,第一盘棋指的是黑棋 第二盘棋指的是白棋 然后呢这第二盘棋赢得比较快 这个对手呢应该是顶不住了,就是认输了 这次参加比赛,第一盘是输了的 我那时候我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第二盘棋的话,我是赢得还算比较顺利 我代表中国参加这次比赛,我觉得我非常荣幸 通过本次网络围棋对抗比赛,旨在加强国际文化交流 丰富中外人民健身收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并在此次过程中进一步促进围棋等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推广普及